我们接下来讲topic二讲什么呢 是different types of investors投资者的不同类型 投资者可以分成几种类型的 它可以分成两种大类 一种大类是individual investors 也就是个人投资者 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你他你爸妈妈 所有人都属于个个投资者 我相信很多停铁客人 他咱们都有一些自己炒股的经验 或者说你的父母都会有炒股经验 所以我们都是个个人投资者 其实你买房你买车也可以算是一种投资 因为房地产是保值的 而车的话呢也是一种投资 比如说你买的特别漂亮的车 去勾搭小姑娘或者勾搭小帅哥 其实这都是一种投资的行为 包括你买衣服穿在身上 其实都可以列为这种投资的行为 而个人投资者就指的是我们 一些个人而并非是机构 所以第二类就是机构投资者 在这里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个人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呢会safe或投资一些钱 关于不同的目的 就每个人每个人不同的目的啊 比如说有些人我现在存钱 或者我去投资一些什么余额宝啊 去投资一些什么股票啊 投资一些债券目的是不是 为了我将来去可以购买一个房子 你也知道我们是在北京 北京那个地方房价是琢磨琢磨高的 如果你在2011年之前 或者更早之前你去买了一个房子 房子现在其实就是一笔巨大投资 你看回报率大了几百四五倍 甚至十倍以上 真的不能想象的 就包括你在那时候 你在2011年之前你去买辆车 你有一个车牌 到现在为止 你的灰色收入或者不合法收入 都已经不知道是多少了 这都是一种投资行为 所以说我们每个投资的投资 都有不同的形 都是不同的目的和原因在的 有人呢会选择是购买一个房子 有人呢会为教育自己孩子 比如说你们的父母 把你们送出国也好 或者说让你们在国内的一些贵族学校 或者一些比较好的地方 去读书的时候是 包括给你们上些补习班 包括你现在听的CFA课 做一切一切 其实都是在教育自己孩子的一个支出 所以每个人不同的目的 当然有些人存钱是觉得 这钱我也不知道花在哪 算在银行里 起码还要拿一个利息 因为毕竟我们银行 如果不拿利息的话 钱是每年会贬值的 之前我们在学矿的时候 学过一个time value of money 货币是有时间价值的 它会贬值 因为有inflation存在 所以存在银行里 其实也是一个保值永好的方式 而任何的投资者 其实都有自己的短期和长期目标 有人呢有短期目标认为 我现在只想的是 我存上钱将来娶媳妇 那有些有长期目标什么 fonding retirement 什么意思 我将来要退休了 如果我现在不好好存钱的话 将来退休工资 可能一月就拿两三千块钱 那怎么可能保住我生活质量呢 虽然说岁数年龄大了 也没什么可需要 但是我希望可以周游世界 我希望可以执子执手 与子偕老 带老伴到时候跑来跑去 我都想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希望有这些钱 但是如果我不想从孩子手里拿钱的话 或者我是一个 不想生孩子的一个 想这样的话 那我怎么着去拿钱呢 那我只可能通过现在存钱 或者现在已经投资 去帮我积攒财富 这样在未来的时候是 我才能保证我生活质量 不会有这样的偏差 所以说我们从短期和长期当中 都有不同目标 所以对于不同投资者来说 他其实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想法的 来接下来我们说第二个 就是institutional investor 就是机构投资者 在机构投资者 我们分很多很多类 那么接下来我为大家一一去叙述 首先呢 是Andermann and foundation 什么叫做Andermann foundation呢 Andermann其实是一种基金 是有什么样的基金 是会一种 是提供一些金融支持 关于一些ongoing的basis 或者一些special process 特别特殊目的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在今对于美国来说 许多的university大学 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所谓的基金会 基金去帮学校去管理基金 比如说Harvard或者Stanford 包括我们本校UCLA 或者UC Berkeley 他们都有自己的基金 这些基金呢 吃个麻食的 去来自于可能说 我们一些校流捐款 或者来自于一些 我们自己所研发出的一些东西 所获得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回报 所凑在一起的一些钱 拿这些钱呢 去支持一些我们的program 比如说我们可能学校 比如说有些 我们记得当年有一个 影视学院的一个学生毕业之后 就给我们学校捐了几千万 甚至上亿美金 我们就把这个钱呢 放在基金会 放在基金会之后呢 我们基金会就会拿来钱呢 去外面去投资 去获得更多的钱 回报来回来 之后我们拿一些钱呢 去给我们的一些项目性投资 比如说去可能 给我们学校修楼啊 可能给我们学校 去买一些技术设施啊 或建筑一些技术设施 或给学生提供一些 更好的一些教学质量 或者说去给一些博士生啊 或者一些研究生 做一些科研 一些提供一些科研经费 包括给一些教授们 去提供一些科研经费 去创造出更多价值 更多名声 去回报给这个学校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Andermann这个基金 所做的事情 所以说在这里 Andermann他一般指的 就是学校的一些基金 而另外一个 Foundation就不用说了 更是基金了 那么这个基金 就繁为比较广了 他包括很多种基金 什么包括我们天使基金会啊 什么王菲 跟你啊 彭之恩 什么什么燕燃天使 那个什么关于兔存人基金啊 还有现在什么一些 什么富人啊 一些富豪 什么投资 一些基金会啊 其实都是Foundation的一种 而这个基金会 他每个基金会 都有自己的一些所谓的 特别的一些目的 或活动在这里边 他可能有些基金 是为了去做一些科研研究的 去进行一些所谓的 去放一些research的 给一些所谓的一些疾病的 比如说一些医药方面的 或者说致癌方面的 一些疾病方面的 一些研究 去提供一些所谓的资金 当然也有基金呢 是会提供一些其他地方 比如说 像刚才说燕燃天使 不就是组存的吗 给那些人去提供一些 关于医疗上的一些治疗的一些东西 或者还有一些人是什么 就是救助穷人啊 或者什么希望小学啊 这类似的 这一切 这一切一切 其实都是一个基金 所以对于基金来说 它的种类是有很多种的 很宽广 但不管再多种 我们也知道 基金的目的 大部分基金的钱 是来自于捐款 而它自己都属于非盈利组织 它并不盈利 所以那么这个基金 如果没有人捐款的话 那么它要一大笔的开支出去 要大笔的投资出去 那它怎么能去确保 自己能正常运作钱呢 那么这些所有的基金 就需要把他们所获得的 一些捐款的基金的钱 去用一种投资 去让自己去获得更多的财富 来维持自己公司的运营 所以任何种类的基金 它的一个投资客观性是什么 都是去投资一些活动 或者一些研究 关于一些运转 在没有什么 在没有减少 自己的真正价值的时候 意思是说 虽然我钱会出现去投资 但我要求我这个投资 至少会得获得一些回报 而这些回报是什么 是保证我这个组合资产的 一个real价值 并不会因此而decreate减少 其实也就换句话说 就是我可以保证我这个基金 每年可以至少 以通货膨胀相似的收益 在稳定增长 这样子可以保证 我的这个资金 这个组合资产的一个真正的价值 是没有减少的 其实也有意思说 我至少赚取通货膨胀 所对应的return才行 这个是这个基金 投资的一个客观性 objective一个目的 这是后面会讲到 而基金投资完之后 它获得钱之后 那么这个钱不可能说 一直这么滚滚滚滚滚滚 让金钱越来越多 就不再做任何事情了 但是不可能的 它需要去投资出去 这种投资出去 并不是得到回报 而是一种fonds 可能有些fonds 去投资一个research 这个科研研究报告 或者说是一种奖励 比如说诺贝尔奖 那么他会拿些钱出来 去奖励给那些 在各个领域 获得一些成就人 去给他一些回报 让他们去 怎样更好 去为这个社会 为这个国家 为这个全人类 去做贡献 这就是基金 好多是做的目的 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 一些医疗上的基金 包括一些什么 燕天的基金 包括一些其他基金 它都是 有它的一个社会价值 在里边的 它都是不是把钱 白扔进去 而是把钱扔进去 实际上希望他们可以 通过获得一些资金 而获得一些更多科研经费 去更好回报给社费 但是他们并不会 从中去回报得到什么 并不会说 我投资了你之后 将来你要给我多少回报 或者我支持你 将来给我多少钱 并不是 它是一种无偿的 它只希望他们可以 用点钱去给社会回报而已 但是资金要自己养活自己 所以它至少要获得 一个至少的一个 inflation的通过膨胀 这么一个收据才行 这是基金所事 所以对一般的 Foundation基金来说的话 它投资时间都很长 因为它并不 怎么说 并不说 我今天投资 我明天要拿出来 不不 它一般投资很长 所以它一般情况 就是说一个非常长的 一个投资的一个期限 可能几十年甚至更长 对于像哈温这种学校 有上百年历史人来说的话 或者像一些 像我们学校一百年历史人来说的话 我们学校基金会 从成立开到现在 就有少一百年历史的 对于哈温来说的话 就有几百年历史 那么这种基金会存在的话 就根据是从几百年历史上存在 那对于它的投资来说的话 可能都已经 一直不断的进行到现在了 可能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所以通常来说 这种基金 它都有一个非常长的 一个投资期限 并且它有非常高的 一个风险承受能力 什么叫风险承受能力 就是说 你对这个风险到底能不能承受 你能不能承受更高的风险 因为有些人很胆小 他怕损失 所以他不能承担很高的风险 但有些人胆子很大 他觉得损受损失的无所谓 所以他可以承担很高的风险 所以他很强的分享承受能力 这就是风险承受能力的意思 而因为基金 它的投资周期比较长 所以它的风险承受能力 自然就会非常高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我前两年 虽然可能钱赔了 没有赚到我所说的收益 但既然未来三四年 四五年 或七八年 十年 我只要把这些钱给补回来就行了 所以我并不担心 去投资高风险的东西 我也并不担心去损失 因为未来总有时间 去给我一个补回来的机会 所以对于一种 长投资来说的话 它都有非常高的 一个风险承受能力 但是对于一个实验中心 很短人来说的话 它的风险承受能力 就相对来说会低一点 因为它可能就投资两年 那么你第一年亏了 或一年半你都亏了 那只有半年时间 你根本不可能赚回之前的钱 所以你根本也不可能 选择一些高风险的东西 因为你根本承受不起 除非你本身 就是一个高风险承担的人 否则的话 你根本就承担不起的 所以一般长投资期限 都会对应的是一个 高风险承受能力 而同样的 它也并没有什么 它一般情况下都是 可能说我今天要投资一个项目 我说投资项目指的是 我可能要放在一个research 可能我需要花出一笔钱来 但其实它只是被规定 要求每年会有个特定的花费出去而已 我们规定每年花4% 5%而已 但是并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不是说每年 必须投资几十个项目 不是 只要每年能花个大概4% 5%就行了 毕竟它在供那些research的时候 它要审核一下 不是什么样的research 它都要供的 有研究成果的 有科研成果的 能获得成功的 它自然会供 那对人类帮助大的 自然会供 不能适合就供 对不对 那这样它钱也不够 所以说 它的一个花费的需要 其实是有一定计划性的 只要每年按照它计划性走就可以了 并不是一些什么 突如其来之类 所以应该 所以说 它对一些所谓的 一些流动性来说的话 是有很少需要的 因为毕竟不是我归好 明年 投8%就投8% 后来投5%就投5% 并不会说 突然起来 我要再多加3% 4% 所以说我需要怎样 留出3% 4%的一个 空余在手里 应对这些突然起来的事情 它并没有 而且也不会说 我今天捐500万出去之后 我明明说 我不想捐款 把我捐捐款拿出来 所以不会 所以基金会并不会说 有人会把捐款突然抽出来 不会有这种情况 也绝对不会发生 捐了就是捐了 跟你再没关系了 你只是做慈善 做一个好人留个名人就行了 反正大家都记住你了 但一下把钱拿出来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不会应对 这种一个所谓的一个流动需要 当然了 它今天规划好 明年捐8% 就捐8% 它可以多捐一点 但也可以少捐一点 但没有说 会有突出其来的要求 不说 我需要在8% 基础上 再多添10%或15% 没有这种要求 所以它没有一些什么 额外的一个流动性的需求 所以说 对于一些基金来说 或对于Foundation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 长的投资期限 高的风险成功能力 还有一个 它有一个计划 一个花费需求 所以才很少的一个需要 关于所谓额外的一个流通 这是关于基金 而第二呢 是DB跟DC的一个Pension Plan Pension Plan指的是养老金计划 而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DB 它有DBDC两种Pension Plan 第一种是Denefit Contribution Pension Plan 第二种呢 是Denefit Benefit Pension Plan 所谓的DC Plan和DB Plan 那么DC Plan和DB Plan有什么区别呢 DC Plan意思就是说 公司会每年 把你退休的金额 直接打到你的退休账户当中 而我所打的一个退休金额 会根据一些因素 比如说你工作多少年啊 比如说你员工的年纪啊 比如说你的工资啊 比如说这个公司的盈利情况啊 或者说甚至你这个员工 对这个公司的一个贡献 它会根据这个 而是制定一个退休金额出现 完整把那个金额打到你的账户里 因此公司并不会做任何的承诺 去给顾客 去给你的impress说 有关一个未来的一个资产的一个价值 意思是说 我今天就把 比如你今天干了一年 好 那到了年底的时候 我就把你的那个退休的那个钱 打到你的退休账户里去了 就好了 那么这一年事都过了 到明年呢 我又会给你打一笔钱 所以我并不会承诺 将来在你退休的时候 是我每年给你多少钱 因为我已经把钱都给你了 所以未来就不会再给你了 也不会去承诺 未来给你多少钱 因此公司并不会制作这种承诺 也要预示着公司并不会承担 未来要给你多少钱的那么一个诺言 所以公司的不会承担任何的投资风险 那么也就预示着 所有投资决定都被留给了 impress 留给了你 也预示着你去重担所有投资风险 那么他把这钱打到账户之后 你可以选择把账户的钱拿出来 自己花掉 那未来没有钱就没有钱了 你也可以选择把这个钱 去按照他指定的一些 集中投资的 一些产品集中投资 因为虽然他不承担投资风险 但是他呢 我在学三级的时候 他会跟你说 他会去找一些投资经理 或者一些组合经理 或找一些基金经理 去帮助你设几个投资产品 去让你去选择去投资 那么我们这些雇主 我们这些impress 这些人 我们这些 那些员工 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喜好 个人偏好 以及个人承担风险能力 你对回报收益能力 以及对不同产品的一个判断性 我们可以自主去选择一些产品 进行投资 所以所有的投资的风险 都由我们自己来承担 而公司并不承担 这又是DC Plan的一个特点 而DB Plan正好相反 是公司许诺去制作一个周期的payment 去所有的雇主在退休之后 也就是说 当你退休之后 你每年都可以拿到一个固定金额的退休金 那么这个就跟我国 退休的一些制度 正好是相似的 我们在退休之后 每年我们都可以拿到一笔退休金 那么这个DB Plan 是绝大多数美国的公司 包括中国公司 所采取的一种退休金的一种方式 所以因为公司承诺给你 在你退休之后 我每年都给你固定金额的钱 作为你退休金去帮助养老 那么有预示着 公司就要去承担所谓的投资风险 也有预示着 DB Plan是公司在退休之后给你钱 也有预示着 在你退休之前的这段时间 你在你没有退休的时间时 公司会拿你每年所产销的退休金 进行一个大的投资 因为毕竟你可能 自己只要几百块钱 但未来会拿几千块钱 那么中原差距怎么办 那公司只能通过 你今年拿了你的退休金 去通过投资的手段 去帮助你获得收益 未来才能给你所承诺的那个钱 所以DB Plan 指的是公司 既然制作了一个周期性的承诺 去给你钱 也有预示着 公司会承担一个所谓的投资风险 毕竟他拿你今年所产生的 那个退休金的钱 进行一个投资 那么投资 投资好了 收益比你要收益要多了 那自然公司就有了赚 如果投资失败了 公司呢 就得自己再从其他地方拿钱补进来 去给你退休金的钱 所以也有预示着 DB Plan 对应是公司要承担 所谓的投资风险 并且他退休的钱是在你退休之后给你 而DC Plan 是你个人去承担投资风险 而钱呢 是现在就给你 这是他们俩之间的不同 大家要记住 要区分清楚 接下来呢 是第三个 Bank 那Bank不用说银行 那银行当然也是个机构投资者 因为他也有需要投资 因为我们都知道银行是干嘛的 我们所有的储户呢 会把钱呢 放在银行 做个deposit 那么我们呢 每年都可以从银行拿一个利息 当然呢 如果我们存死期存款 或者买一些银行理财产品的话 我们会得到3% 4%的收益 对不对 放在银行的平仓呢 一些活期的话 都有一些很少利益 而死期的话 一般能达2%以上 那么银行要支付给你利息 那银行又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机构 它并不是像什么产业企业 还可以卖什么 什么 卖什么电脑啊 卖什么手机啊 卖什么笔这些都不可能 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么银行是怎么赚钱的话呢 银行其实是把你所在他那存的钱 去贷款出去 通过贷款去获得一个更多的收益回来 那不是贷款 做一个贷款 可能能达到4%5%的收益 那你存款是2%的收益 银行呢 就做赚取中间的一个差价 这是银行做的事情 所以银行其实也是个机构投资者 他也会把钱去投资 他除了会投资一些贷款以外 他可能也会投资一些其他产品 其实贷款就是一种投资 只是一种债务上的投资 比如说有些房地产 那现在缺钱了 需要找银行做贷款 那银行肯定不会说 那你拿走吧 肯定不会 他肯定会对这个房地产公司 对他这个项目进行一个审核 全审核通过之后 才会给你进行贷款 所以说其实他贷款 就是他的一个投资 而我们个人去贷款买房的时候 是银行会把钱贷给我们 其实就是投资给我们了 其实他就是一种投资 所以银行也是会有投资的 但银行呢 它寻求的是一个 相对较低的风险成功能力 并且他需要一个适当的流动性 为什么 因为突然可能有些客户 要把钱突然从银行取走 那么如果银行把所有钱 全投了出去的话 那手里没有钱的话 那么突然有客户 要从银行里提大量金额出来的时候 那银行怎么应对 应对不了 但应对不了的时候 他只能去从其他银行去拆解 如果这时候没有人拆解怎么办 他银行可能就宣布破产了 当年香港的某个富人的儿子 被绑架的时候 就被人敲诈了16个亿 那么这时候是 他需要钱 他需要去银行去取钱 但是因为他取的金额实在太大了 而银行要把钱全都怎么样带出去了 所以银行没有钱去给他 导致银行只能宣布破产 去把所有钱抵给他才行 所以说银行是有很 是有一定的 关于流动性需求的 是要去应对 去面对一个投资者的一个取钱的情况 所以对于银行来说 他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流动的需要 并且银行一般情况下 他的风险成功能力都相对来说 会比较低一点 原因是因为什么 他不会投资太长周期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 因为毕竟人存钱的话 可能就存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而他也可能只会针对那些存钱去走个一年两年三年四年 而大部分人把钱放在银行都是一种活期存款 放进去之后 需要觉得取出来就好了 所以银行对于这种人来说的话 他不敢去投资长期限的 一旦投了长期限的话 那么这些人要把钱取出来的话 他完全都没有办法去应对 即使他放了适当的一个流动的一些应急钱在手里 那一旦有大写很多人过来取钱的话 他也应急不过来了 所以他不可能去投资一些太长时间的一个投资 他只可能去投资一些短期投资 去获得一个短期的收益 几年的 这是最多了 他不可能投几十年 做不到 所以他的投资期限是比较短的 而他也没有办法去承担很高风险 因为他如果去投资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一个投资的话 一旦他失败 他会损失很多钱 而损失的钱都是将来别人要从他这取走的钱 他完全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去cover到这些钱 所以他的风险承受能力会相对来说比较低一点 他的投资期限也是短的 而他还会有一些适当的一个流动的一个需要 这是对于银行来说 而既然是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顾名思义了 我们就会在保险公司上一些保险 比如说会上一些所谓的life insurance 也可能会上一些关于财产 一些救急的 一些生命的 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险 比如说什么盗窃 失窃 财产 包括一些急救 什么医药 一些保险 当然也会上一些life insurance 一些终身保险 都可能会上的 这都不好说 那么对于保险来说的话 终身保险 那是保一辈子的 但对于这种保险来说的话 那么上这种保险 那么对保险公司来说 可以选择一个长的一个投资期限 为什么 因为你一上就上一辈子 那也就是说 你一辈子之后 可能等你死了 或什么时候 你才会从我这去把钱取走 那对于我来说 那我可能操纵的时间都比较长 所以那我投资时间都比较长 但对于财产来说的话 可能你保一个财产 保一个电脑 保脚腿 保一鼻子 保一胳膊 有明星的都可能 保一个嗓子 保一手指头 都可能 或者保你加了一些什么钢琴 车什么的 对于这种保险 都是一年以上 一年以上的 那么我保险公司不可能说 你上一年的保险 我去投资于五年的一个收益 那不可能 那可能上完一年之后 你就不上了 那或者说 你一年还没上完呢 你就出事了 那保险公司需要 对你进行一个赔偿 那这时候我投资还没回来呢 我怎么对你进行赔偿 完全不可能 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的话 尤其对于短的 那种关于财产类型的保险公司来说的话 那么他们都不可能去选择一个长期的投资 他们只能选择一个短期投资 可能就选择一年两年的投资 不过几个月投资 只能选择这 那么对于那种life insurance来说的话 他可能选择一个相对降长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期限 这是可以的 因为毕竟人活时间很长 但是对于一些财产之类 车什么之类的 就不可能 那同样的 你也知道像刚才说的 可能你开了小小车 每次在这崩撞了 那谁都不想撞 那他就是撞怎么办 那么你只能找办公司 就让他去理赔 那办公司就只能准备钱去给理赔 可能你上一个车保险一万块钱 但你撞一下 可能就七八万元出去了 那办公司所赔一点钱 其实是你保险金额的钱的好几倍 那么所以因此办公司 需要拿出一大笔金额 去应对那些突发事件 所以他不更不可能去投资这种长时间的 因为一旦你出什么事的话 他要把长时间的钱从中取出来 是非常困难的 他需要有很多的一个亏损 我们正讲过流动风险的时候 就指着这 一旦你快速变现的时候 就会遭遇到很大的损失 所以他不可能去选择一些流动性不强的投资 他只能选择一些流动性比较强的 短期的投资 同样他还需要去准备一些大笔的金额 去留作一些应急突发事件 所以他不仅投资时间会相对来说较短 风险潮能力来说也相对较低 毕竟你不敢选择高风险 本身保险就是个高风险的一个情况 因为很什么谁 你哪知道谁每天撞车 还是每天出什么事 万一泡人点被天天撞车 天天公司被盗窃 这完全可能发生 所以你不可能去拿他们的钱 去投资一个高风险东西 你也没有能力承担 一旦你投资失败了 你不仅没有拿不了钱 去补偿那些保险所承受的 所出现的那些保额的 你赔都赔不起 你公司可能连运营都运用不起来了 所以你不敢去损失 因为你一旦损失的话 就预示着 你和很多人的保额 你都赔不起 所以你只能天天的 盼祖宗 盼上帝 盼爷爷 去期盼他们平安 但你也知道 货不单行 真的越到有事的时候 是越会出事 所以你根本不敢去选择 那种高风险的投资 因此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的话 他一般只会选择一些 低风险投资 而他的投资期限 相对来说 也是比较短的 而他对于流动的需要 也是比较高的 因为毕竟你要去应对那些 随时可能出事的人 所以你要应对 随时可能出现的那些保单 所以说 这就是对保险公司来说的情况 但是他也分为 long and show 两种情况 这是不一样的 而最后是投资公司 投资公司更不用说了 那投资公司就肯定会拿投资 投资 不是这个基金公司也好 或者资产管理公司也好 那么这些基金经理干嘛 他不就自己创了很多基金出来 什么股票型基金 什么债券型基金 什么混合性基金 创了一些基金出来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就是吸引所有投资 投资者把钱放在这 他拿点钱进行投资 所以投资公司 自然就是一个投资机构 不用说了 这非常信心思义 但投资金的种类是非常多的 有投资金是投资什么 投资指数 有的是增长性投资 有的是债券投资 那他有很长的限制 有的只能投资 大型公司股票 有的呢 农员股票 有的是什么 一些棒都有可能 或者说 他有些限制在于什么区域 有些是投资什么 新型市场 有些是什么 国际债券 有些什么 什么亚洲公司股票 都有可能 所以投资公司 他的那个种类 是非常复杂的 也非常多的 就跟你个人基本上是一样的 因为他要跟你个人的喜好 偏好 去创造出他的产品来 所以他也是很难去被定义的 而另外也是主权财富 那主权财富都不公司了 任何国家都是有自己的一个财政税收的 那我有财政税收之后 那我的资产不能就往这一扔就不放了 对不对 那我把钱放点 我一个国家 也把我自己今年的盈余 放在某一个银行 还利息吗 那不可能 那我国家也会进行一个投资的 虽然我很多投资是投资在一些经济建设当中 一些技术数字当中 但也有些投资 是放在一些其他国外市场 去赚一些额外收益 比如说我们中国 持有美国政府的几万亿的债券 其实就是我中国政府 对美国的国债的一种投资 其实就是通过对美国国债投资时 获取一些额外的收益 我每年通过美国国债所赚取的利息 就数不胜数 那当然了 我们也有可能一些无偿投资 不是投资一些非洲兄弟 对他们的无偿投资 是为了去提升我国的一些地位 那这所有所有东西 其实都是一种投资 都是一种关于国家主权财富的 一些基金的一些投资 所以这些投资有的是无偿的 有些有回报的 不一样 那接下来呢 我就把不同种类投资者 进行一个samurai 带大家快速处理一遍 对于个人来说的话 他的风险成功能力 根据个人不同 那么可能我比较年轻 我家条件如果比较好的话 可能我风险成功能力比较高 即使我把钱全赔了 我也不介意 一个富人 可能又有上百亿财产 我就投资十二块钱出去 这十二块钱就打水片了 他也不心疼 但对于一个 可能我只有一百万人来说 我投资九十万出去 那么这九十万就是我救命钱 就是我基本上所有棺材本了 如果我投资失败了 那我可能就彻底崩塌了 我可能就彻底就嘎盆了 就要跳楼了 所以说对于不同个人来说的话 那我风险成功能力 其实是不同的 那投资期限自然不同 我二十岁 那我可能活到八十岁 我能投资六十年 所有投资现在可以 投资六十年的产品 那么我是一个七十八岁老头了 我可能就活一年的嘎盆了 那我就一年活头了 那你说我能投资什么期限 我只能可能投资一年 我也不能投资一个三十年的 我都活不到那 对不对 所以完全也依靠于个人 那我流动虚效 那有些人可能天天出事 天天出事 天天出事 三天两头往运营跑 三天两头车不是被撞 就被人给怎么着了 那他是不是需要 收入留着一些钱 一些应急措施 对不对 那有些人不是说 我工作挣得很高 我每年 我每个月好几万收入 或者好几十万收入 那我完全不需要 所谓流动需要 那为什么 我前头投资出就行了 如果真的遇见一些突发事件 遇见一些emergency的事件 或者我家人生病了 我生病了 会出现什么事情的话 我完全可以用我自己工资 卡的工资 去支付这些费用 那完全都不需要 把我的一些投资 给变卖出去 去应急 所以我流动需要 根据每个投资 也不一样的 那我所希望赚钱也不一样 那我投资高风险的东西 那我自然希望高回报 那我投资风险低的 我自然希望小回报 那当然了 也有人投资风险 选那种 那种 那当然也有人做白日梦 我选想投资一个 极安稳的投资产品 但我能获得一个 好几百倍的回报 那是扯淡 没有 你记住了 风险跟你的回报 一定是同匹配的 所以这是扯淡 所以每个个人 都有不同的东西 那对于DB来说 我之所以要找到DB 来不找DC 是因为什么 DC是把你的投资风险 交给了个人 既然交给个人 有预示 它其实按照 跟个人是一样的 那个人有什么样的情况 它就有什么情况 所以DC跟个人是等的 而DB都不一样 DB是由公司承担 一般情况下 DB的风险成功率 都比较高 是因为 你想想 我可能今年二三十岁 我退休是六十岁退休的 那我三十年之后 才会发给你退休工资呢 所以我有至少三十年 投资时间 那我当然 风险成功率 资源就高了 那咱们跟人说 投资时间也会长 那流动需要 那我只有退休人 才需要把钱去提出来 给他发工资 那对于没退休人来说 他把钱提出来 也不限时 对不对 所以他流动需要 也是比较低的 因为他的收入需要 其实完全取决于age 不光取决于age 还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我员工的工资 的薪资标准 我公司的盈利 能力各方面 因为他们都是决定 于我最后 在他们退休时 发多少钱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的收入 是完全取决于age的 而银行 我们刚才说了 风险成功能力 是相对比较低的 为什么 是因为 我现在所投的钱 其实都不是银行自己的钱 都是我那些客户的钱 那么我不能把他们钱乱投 一旦投资失败了 我拿什么钱去补给他们了 我完全没有盈利能力 去补给他们 所以这些钱不能乱投 在他风险成功能力 都比较低 而他投钱都比较短 因为大部分 人存在银行的钱 都是活气的 或者一两年的 很少见人存银行 存个几十年的 对不对 所以都是比较短的 而他的流动需要比较高的 谁也不清楚 谁每天过来 需要什么事 把钱给提走了 所以我需要留一些钱 放在手里 去应付那些 随时随地 把钱取走那些投资者 而我收入需要是什么 我至少要能有钱 去支付我的利息 对不对 别人把钱放在我这 可能每年要3%的利息 我至少赚3%的收益 把他利息给付 对不对 我还不能说还赔钱 对不对 所以这对于bank 而AndroidMass 其实是一种基金 他的负责成功也很高 这不用说了 因为他投资信息比较长 所以他有很长时间 可以让他的回报回来 关键还有点 就是他没有什么流动需要 对不对 他因为他每年花的钱 基本上都已经在前一年 都制定好了 所以他没有什么 特殊的一个流动需要 所以 他的风险成功相对比较高一点 而且他的收入需要 只要按照 他每年的一个特殊的 一个花费等级去花费就可以了 所以他收入需要 也并不是很高 所以他需要回报 也不是很高 因此他风险的风险能力 是相对来说很高的 而Insurance的话 他的风险成功能力很低 为什么 因为这个钱 他亏不起 他一旦亏了 他就没有钱 去支付别人的保单了 所以风险很低 而投资期限呢 有的是Long 是Life Insurance 有的是短的 一些财产 一些急救什么的 而他流动需要很高的 因为你也不清楚 谁哪一天会保单 出现什么问题 需要让你支付一些保险费用 所以他流动费用 是非常高的 而他的投资需要 其实呢 是比较低的 他没有什么 高兴 因为我保单 把钱放完这之后呢 那你也知道 我如果说一点事不出 那把钱摆给公司了 如果出事 他需要赔偿 所以你选不出一个到底 我需要赚多少钱回来 但我只知道一点 就是说 我风险投资 肯定是低的 那我风险投资 可能投资低风险的 那我回报 自然就很低回报 不可能说低风险 对于高回报 对不对 所以他自然是低的 而对于MultiFonds 来说的话 我们也说了基金种类 实在太多了 所以他的风险的种类 他风险承受能力也好 他投资时间也好 其实都完全取决于 他的一个Fonds的一个情况 而他的流动需要呢 其实很高 为什么 因为可能今天 我把钱投资在基金了 我明天就会把基金的钱输回 所以你就需要准备好钱 给他一个输回的可能性 所以说他的流动性比较高的 而他的投资回报 取决下基金 由于基金选一些 比较高风险的一些 新兴市场的一些股票 那他的回报率自然就高 那我要选的一些 比较稳定 发达国家的债券 可能回报率比较低 所以完全取决于这种基金的性质 而这个上面的表格 是非常重要的一张表格 大家一定一定要回去 好好去看一遍 因为这里边 包含着很多的知识点 考点 无论是一级当中 还是二级当中 还是三级当中 都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大家一定要准备好才行 这是很重要 它是我之前对这件东西的一个总结 大家做起来聊点题吧 首先 以下哪一种类的institution 指的是 以下哪一种类的机构投资者 是最新鲜用一个短期投资期限 并且一个低风险创造能力 一般你投资期限短 你的风险创造能力都会低的 这是一对 跟他们也看见 你看 如果风险创造能力高 一般都对应是long 而风险创造能力低 所以他们俩是属于一对的 而他正好跟他相反的 你看low shop high high long shop 所以 他一说短投资期限 一般通常下都对应是一个低的风险创造能力 银行 符合标准 因为银行的风险创造能力很低的 而他投资期限也很短 所以A就对了 B 大学的一些所谓的基金 时间很长 所以不对 那么insured company for life insurance 虽然说保险公司的 风险创造能力确实很低 但是对于life insurance来说的话 他投资时间期限是很长的 所以C也不对 答案就是A 第二题 低的风险创造能力 高的流用需要 我们也说了 如果风险创造能力很低的话 一般什么 投资期限也很短 一般他都会伴随着一个非常高的流用需要 那哪个具备这些东西呢 DB plan 他的投资期限相对比较长 所以不对 Foundation时间更长 也不对 所以只可能是C了 insured company 他的流动需要是非常大的 所以选C 一个长时间 低的需要 你看 低风险 高的一个流动需要 长时间对应是高风险创造能力 自然对应是低的流用需要 那么最 描述哪种呢 A 他是长时间 也是低流动需要 所以说 关于universe大学的那些基金是对的 life insurance的话 他时间有长有短 但他流动需要很高 所以不对 银行时间都很短 流动需要很高 所以也不对 所以答案选A 所以答案是C A C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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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